94、大公報 會致力改善預報技術 2015年7月11日港民A13 大公報信 綜合報導 颱風連花族漸散去 前晚香港發出8號風球僅歷時五個半小時 不少市民質疑感受不到風雨虛驚一場 天文台總結指出 發出8號風球基於當時的氣象數據及首要顧及公眾安全 沒有政治及經濟考慮 當時氣象觀測數據顯示 蓮花當日傍晚非常接近香港 列風範圍約有100公里 風眼結構完整 對本港構成威脅 確有需要發出8號風球 躺蓮花風足不變可掛10號天文台助理台長鄭楚明作日於電台指出 強調天文台的決定只會基於公眾安全 從未受到政府及經濟壓力 更完全沒有所謂理事力場 這回事 它稱蓮花的風速若不變 來到香港時可以是10號風球 但蓮花前日下午向西移動時迅速減弱 它表示 今年時厄爾尼諾年 香港所遇到的颱風數目正常之偏小 趨向日本及台灣較多 雖然蓮花影響香港時間不長 但深圳及香港高地仍然受列風影響 天文台昨日凌晨發出新聞稿解釋 與政府飛行服務隊合作 派定翼機 與蓮花風眼附近範圍作出的觀測數據顯示 前日上午7時至10時 蓮花風眼附近錄得颶風風速每小時180公里或以上 列風範圍約有100公里 當時預料蓮花會向西至西南偏西方向移動 在傍晚非常接近香港 對本港構成威脅 蓮花在廣東省陸峰市附近登陸前風眼結構完整 因此決定前日下午2時40分發出8號訊號預警 4時40分發出8號西北列風或暴風訊號 天文台強調 基於現今科學水平 預測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在氣象價仍然有一定困難 會繼續不斷致力改善預報技術